伴随着中国雪香开园迎客和亚伯利国际华曲节的举办 以及哈尔滨采冰节等一系列冰雪活动的开展 由此正式拉开了2019年黑龙江冰雪旅游记的大幕 12月10日记者从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2019年黑龙江冰雪旅游记将从11月下旬开始 至2020年4月初历时5个月 整个冰雪旅游记将推出400余项冬季文化旅游活动 为国内外游客带来参与性 互动性 娱乐性更强的冰雪旅游产品 以前我们是讲我们都在推具体的点 今天我们首先是以雪为令 在推这个雪 下雪的时候就是别人向往的时候 到了这来之后再根据你的情况选择它应该消费的产品 那么我们结合文化 体育 旅游形成一张完整的菜单 让别人来之前就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爱好来组合 我们从服务的这个角度来讲 从这个单部门执法 向联动执法和这个从严执法来转型 据记者了解 2019年黑龙江冰雪旅游记 黑龙江省旅游部门在全省13个地市 同时推出了旅游诚信基金 受理游客投诉举报 经核实先行赔付 规范旅游市场 提升游客服务体验 冰雪旅游既开启 记者也实地走访了相关景区 听一听游客的真实体验 亚伯利开晚那天就来了 一直滑到现在 基本上每天的行程就上午滑雪 下午上那个亚伯利温泉去游泳 然后泡一下 就是那个排排寒气 就是滑雪的消费挺便宜的 就是雪票也不贵 就相对于长白山呢 那个北大湖啊 都算很便宜的雪票 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餐饮这方面不太理想 就是餐饮一个是又贵又不太好吃吧 景色很美 很漂亮 非常漂亮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挺满意的 价格都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有一些能互动的项目 更有代入感就好了 2019年冰雪旅游季已正式开始 哈尔滨市相关部门推出了六项专项整治行动 以优化冬季旅游市场 目前随着哈尔滨采冰节的过后 从松花江采出的冰块 正在不断运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预计12月底前将正式开源迎客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5一天中共设计自首的功统 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好像也是有限轻的 常随在市场上 当然用这个新闻网客户端 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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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b作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